调查的是这个负责人 他是违规办写 这个幼儿园没有办写资质 这些非法幼儿园 他就是一个大游击事的 我希望的就是 我给你汇报到这里 交流到这里 不希望再看到有什么剧了 到此为止 小女孩 口供和指认 现在我们是锁定了 一个50多岁的男子 就是幼儿园的负责人 是嫌疑人 目前这个孙某 就是这个嫌疑人 已被刑警了 现在具体的情况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调查的是 这个负责人 他是违规办写 他这个幼儿园没有办写资质 这个幼儿园他不大 他一共也就三个办 共有55名学生 老师也很少 有三名女老师 然后这个负责人 他是等于是 唯一的一位男老师 他是在民房里面办的 现在就是 他这个幼儿园 也是长期的管理不到位 有监控设备 但是这个幼儿园 他这个监控设备 一直没有通电 是属于城关镇的 我是17年分管这个工作的 当时就给他提出来 不符合条件 你们要停办 然后那个城关镇 政府也要组织人员 给他停了 最后开学的时候 又开始办了 那你的意思是 我要天天盯着 他的幼儿园门口 看他开不开门 开门了 然后我们就去提他 政府还有这个教育部门 都有日常的工作 有的时候 你去执行的时候 他门关着的 他人家没有招生 这一些非法幼儿园 他就是一个 大游击事儿的 我希望的就是 我给你汇报到这里 交流到这里 不希望再看到 有什么剧了 到此为止 4月10号取缔了以后呢 其他的幼儿 已经分散到 附近的学校去上学了